从这个盘面上看呀 公司的股价 已经起稳回升了 而且一直有大单几书 应该是机构看好我们明远集团 股票不就是有人买有人卖吗 买明远的股票能挣钱呗 是啊 咱们大宿结束了以后啊 商场还有电商 反响都不错 爸 你就别操心了 开心地玩 就是 找你也担心 不找你也担心 得病的 好好好 不看了 不看了 老夏今天还跟我约了一场球 有没有时间 一起去 我不去了 爸 公司的事今天比较多 好 跟你夏叔叔还是要搞好关系的 话说回来 雪凌很久没来我家吃饭了 干吗呀 你噎着呢 孩子刚才说了 公司的事情比较多 他没时间 他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处理 你就别替他操那个心了 我是他妈 我能不操心吗 天底下哪个妈对孩子的终身大 是不操心的 像你这样 不管不问不听的 他说过他有女朋友 我承认了吗 妈 你是不是想让我取两个 对 你同意吗 你什么呀 敢 您慢吃 我上班了 你包子还没吃完呢 我不吃了 爸 吃饱 拜拜 妈 臭小子 早饭又吃了一半都是你闹的 什么叫我闹的呀 嗯 去给我拿药来啊 宝董 宝董您不舒服呀 哎呀 哎呀 这有点晕啊 好 怎么了 你吩咐我买的股票 已经开始着手办了 收了多少 差不多百分之三了 百分之三 好 我知道了 继续收 好 好的 动作别拍到 好 明白 什么 今天只卖出去五件 并且退换货五十七件 还有留言说 我们的衣服质量 没有明远的好 简直放屁 他们嘴巴长来只会吃饭吗 怎么该说话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说了 退换货这种小事都办不好 我要他们有什么用 你全废物 海天 没有人 你先出去 海天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忙着弄游戏的事情吗 我亏着来了 我要再不来 公司都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了 为什么公司业绩 下跌这么厉害 你作为总经理 给我解释一下 海天 你你先别生气嘛 这个情况我也不愿意看到啊 他们明远的新品 对我们的确冲击很大 所以业绩下滑也是很正常的 毕竟他们的新品才做出来 你先别慌嘛 我别慌 我还别慌 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 卖是这件衣服 六价有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我再问你件事啊 身上这笔衣服 投入那笔钱 去哪儿了 你干什么用了 钱我还能干嘛呀 这合同你也看啦 钱我可是完完全全的 都用在了海天一色上 这要是质量出了问题 肯定也是采购部门出问题了 胡说八道 绝对不可 采购老陈跟了我们多少年了 老原部门那事 我绝对信任他 不要出个问题 就把脏水放边上泊 海天 你是在怀疑我吗 海耀也是我的心血啊 这么久了 我哪件事不是为了你 为了海耀考虑的 麦翔曼 您这最好不要出问题了 最近海耀那边有什么动向啊 听说他们因为衣服质量的问题 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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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最好的时机啊 这是咱们最好的时机啊 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话什么意思啊 咱们跟他们的账也该算算算了 哄哄 进来 圣哥 这是你让我找那个 时日清少的文件 很清楚吗 我先去忙啊 星陵 我去看一下 好 要有什么事你去忙啊 没什么重要的事 除了工作以外 你的生活也很重要 去吧 我去吧 方叔现在持有我们 明远5%的股份了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股东之一 我很感兴趣地知道 方叔为什么想要收购我们的股票 我是个生意人 做任何项目之前呢 我都是站在立的角度去评估 那评估完之后 这个德语师 我还要发微信告诉你吗 说实在的啊 说实在的啊 明远过去啊 确实经历了重重的危机 但是到现在 他还能在业界一直立于不败日地 这个就证明了 他的一个品牌的价值 品牌的价值呢是无限大的 而我这个人呢 我一向 喜欢收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 我会收购名远 收购名远 没有那么容易 过去我一直认为呢 唐夏两家如果联姻的话 那个股权加起来 可能超过三分之一 以上 这对我收购来说是确实不可能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干 明远现在的股权在外面极为分散 再加上 这个唐夏两家 你们也不可能站在同一阵线上 来联合对付我吧 所以我极有可能成为明远的第一大股东 方叔为什么就那么缺点 夏家不会 外面的传业应该是真的吧 当时我一定是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 我现在身为明远的管理人 我们唐夏 是不会放弃明远的 我喜欢你的自信 我喜欢你的自信 但记录自信不代表现实的实力 收教啊 好 好 好 来 怎么办嘛 明远之前一直没有对我们有所行动 一定是因为大秀的事 不重点是他手里有咱俩一起联合投设计图纸的这个证据 完了 现在全都完了 我 你不要在我眼前晃了 晃得我头都晕了 我这么想办法 我干 冷天啊 我瞎了我的眼 让你帮我管理公司 你个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自从你接受公司以后 大大小小出了多少要活子 你自己几天先生不知道吗 非要去跟明远争个高低 你撒朋友 你照着镜子 你看看你自己 你有这字不够站住 沈亚昕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又让他找你 还有当初 退换货的问题 你求我给你时间 你说你会处理 好 我给你时间 你解决了吧 你解决个屁 现在明远 唐明轩 把整个海耀全搞了 这是你解决的结果吗 你为什么要坑海耀 为什么要坑我 为什么要坑我 蓝天 我 我从来都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 自从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都是一门心的骨在你和公司上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还给我装是吗 还给我装 我就问你件事 你为什么瞒着我去透明的设计图 谁给你胆子 谁 偷图 什么偷图啊 佳希 你怎么能去偷图呢 我真的不知道图是你偷的 我是花钱从他手上买的 佳希 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啊 白小曼 你说什么呢 这图明明 佳希 我知道你和莫菲 我也知道你和赞明月不能发挥你的才能 但是你怎么能偷图呢 做朋友 我一直想要护着你的 但是这一次不行了 你看海天 我如果不说进入他 不会原谅我了 你原谅我 白小曼 你做自然行不行 这个图明明是你让我去偷的 你买够了 还在这儿演戏是吗 唱窗簧 朋友们 你是个什么货子 我现在看得无比清楚 这件事 如果解决了还好 要是解决不了 你们俩给我等着 谁都跑不了 白小曼 我这是瞎了眼啊 姐姐相信你说的话 你瞎不瞎眼我不知道 但是不管在珠海天面前 还是法国面前 我都会这么说的 可要是你 早就跑路了 还带着废话灯进他来抓吗 好 雪凌啊 妈 刚刚回来啊 你吃饭了吗 在朋友家吃过了 朋友家 你可从来不在别人家吃饭的 就是以前大学同学 好久就没有联系了 正好他回国办画展 我们就碰见了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 妈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随便问问 你爸好像有事找你 今天晚上他还问你 怎么还不回来 他在下面等你呢 快去吧 行 那我先下去找他 好嘞 爸 你找我啊 对于这次方卫国在股市上 收购名媛的股票你怎么看 什么怎么看 我是觉得方伯伯这次有点过分了 虽然说在商言商 但是他现在这么做 有点太趁人之危了 我是不喜欢这种竞争方式的 那你的态度是支持唐家了 那不然呢 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想法吧 爸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我们现在 胳膊皱往外拐的话 那明远怎么办啊 丫头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找你 其实 明远不管是谁当家 对我们下家都没有任何影响 可能还是件好事 爸 你该不会是动了别的心思吧 如果连你也这样的话 那明轩怎么办呀 看来相比明远的未来 你更在乎那个臭小子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谁当家 我们要么是二股东 要么是三股东 到时候啊 他们倒要抢着来联合我们 喂 我已经到家了 你放心吧 我这边有点事情 晚点回复你 是明远 不是 那是谁啊 您别问啊 好好 不问 那你现在跟明轩什么关系了 你指的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我指的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啊 除了工作外 没有 一点都没有嘛 也许 我跟他没有那个缘分吧 什么缘分不缘分的 在我看来啊 是在人无为动呢 丫头 人的这一辈子啊 会遇到很多选择 有些选择不重要 但是有些选择 就会决定你人生的方向多么 就 好了 爸 你听我说吧 你坐下 现在的确是一个危急时刻 但是在爸爸看来 也是机遇所在 是吧 你要知道 爸爸的后半生啊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你别打哈欠 你听我说 说 所以方卫国的出现 并不是一件坏事 你这个时候 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到时候 无论是你在明远的位置 还是你跟明轩的感情 都会尽在场 我懂吗 您好 您是否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话呢 我找你一晚上了 你去哪儿了 打电话也不接 敢找吗你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关心我 关心我死活呀 这晚天死不了 海药也死不了 我要睡觉了 你让开 不是 咱这事不是在公司 都说清楚了吗 你放心 这事 我会跟沈佳琪解决的 你不用操心 你解决 你能解决个屁呀 你解决 你还有完没完了 没完 这事过不去了 起开 我要曼你给我记住 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你在认识我之前 什么都不是 跟我一起回来 你帮我按一把头 你帮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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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什么 你帮我一下 到底terrorar 有点 Apart 昨天对我起了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唐明轩 你找他干嘛 以后我去哪儿 找谁你都管不着